每一个月你拿的工资 有一段钱可以拿来给你供其他的旗 比如说车旗 可以拿物旗 可以拿personal loan 等等这些东西 如果来讲 银行要批你的话 它要看你的debt service ratio 容易讲的话 如果来讲你看这个东西 4800跟3300的话 它是70%的4800 就是等于3300 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3300块银行奖 它可以计算给你 去付其他的债务 每个月的commitment 就是说你可以拿3300块 每个月比如说 你还可以供一个1500块的车 还可以去拿到一个1000块的person loan 这样的意思 明白吗 所以它是一个commitment monthly的 所以当这样子讲的话 3300块 4300块 还有剩下1500块 不可以用吗 对不对 30%的4800 是差不多整1500块 不可以用 做什么它不可以给你用呢 是因为我们要用吃 我们要穿 这是basic的东西 这样你讲老师 70%会不会换 会换的 做什么呢 如果来讲你的工资 是1万块分分钟 它debt service ratio给你80% 如果来讲你的工资 是15000的话 可能给到你90% 听了吗 所以这些东西呢 完全就是要看bank的 所以也是因为了这样子 你去到bank的时候 你就要问 其实我的debt service ratio based on 15000的income 你可以给我几多 我是做这个行业的 你要这样子问 因为每一个的 银行debt service ratio 不一样